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事如意 以来月异 今天不谈什么时民政治 和大家八卦一下 相信大部分人就算没看过 完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贺词 但肯定都会在不同渠道上看部分内容 当然我不打算重复了 因为在看的时候很快被他在身后的相片吸引了 上面那些到底是什么人呢? 尤其是今年多一张大头照片 到底又是谁呢? 今天就和大家讲这些相片 其实新相片也很多 有不少都是今年的重大事项 好像在2021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颁授七一分章 也在北京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驻从天和核心仓的神州十二号航天员通话 又或者去到2月就在贵州考察 也举行了一个脱贫攻坚的总结大会 去到7月又到西藏的林芝考察等等 这些代表了习近平的公务 但在更多照片中有三张新放上去 不过是旧照片 其中最惹人注目一看就看到的大头照 就是习近平自己在1979年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时候的照片 同一时间刚刚放上去的 还有习近平太太彭丽媛 她坐在钢琴边的一箱上 最后一张新放上去的家庭照片 就是习近平两夫妇和父亲习仲勋 以及母亲齐心的合影 在星期三的时候说过 美国人为什么不认识中国 就说到因为美国的传媒 因为立场将中国标签化 肯定会令大部分美国人越想越错 因为在想象中的习近平 会不会是一个铁碗治国的大独裁者 但是在现实里 习近平是一个紧小甚微的领导人 也不像那些抗中人士所说 中国只是气焰高张 相反 她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正如所说 常怀远累 居安施危 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知广大而尽精美 中国是有这么庞大的国家 有时甚至华人对中国的认知都难免不差 十死人口中自然有好有坏 有写己为人的英雄 也有穷空极恶的歹徒 有维利士图的奸商 也有很多追寻梦想的平凡人 所以中国的真实面貌永远不是单一 世界又何尚不是这样 所以单一的标签永远一定是错误 在新一年周末假期送上短节目 或者大家可以对中国人有另一种认识 每年到年尾各大媒体都有跨年晚会 中国年轻人的视频网站Bilibili 俗称B站 它的晚会除惯常网红艺人的演出外 也有一些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演出 而且往往得到很大的关注 今年被称为《2021年最美的夜》 这个晚会也不例外 爆红的是第二篇章《月星》中的头一段 而一段传统的中国舞蹈 第一次被搬上舞台的 是以表现颜色的舞蹈诗剧《指尺青绿》 中一段七分多钟的《青绿》部分 刚过去的八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指尺青绿》 就展现了北宋国宝纽的名画《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水》 画的作者是一个没有任何史书记载的 18岁汉林画院的学徒叫王熙孟 2017年当《千里江山图》在故宫传卷展出的时候 引发了热潮非常轰动 不少观众甚至是组团坐飞机去北京看 而舞剧《指尺青绿》的导演韩真和周利亚都排了几个小时 在人里看了一张长达11.9米的《青绿山水》画 亦被画中的色彩深深震撼 之后绿色的影子令韩真想到 如果这幅画是以三维立体的形态在舞台上重现出来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这个机会终于到2019年出现了 他两人工作的东方演艺集团给了他的任务 要创造一部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务力的作品 韩真和周利亚和编剧维在一起 天马行安地遭遇各种创意 最初当然想到十大名画 如《青鸣上下图》 《寒稀在夜宴图》等等 但最后觉得重点一定要更加集中 而千里江山图画中的山联层起伏 充满着韩律 本身很有节奏感 模拟和舞蹈有共通之处 所以足同他们以这幅画作题材 不过他们的创造核心是画中的颜色 清绿是一种颜料一种色彩抽象的 这样又怎样才能表现出来呢?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现在送上一分钟左右的片段 部分开了弹幕 让大家感受一下观众的热情 加上B站的连结 在YouTube上可以走尋 此次清录的最近影片 我是霍远强 多谢大家收听《星电视快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